王朝已去,硝烟不适 金牌在等待新的主人 南征北战,负重前行 是他在寻找失落的荣耀 曲折而漫长的铺垫 汗水与泪水的淬炼 方南称金牌之重 欢迎来到终于在线第二期 陈雨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此时,陈丁伦体下的女毛旧教练 还同路招生 父亲就带着还在上大班的陈雨肥 比参加选拔 回忆起这件事,群飞笑谈 那时候我爸也不管是什么项目 要是是足球教练来招人 他估计就送我去踢足球了 灵活性、协调性样样都是第一 他轻松通过了选拔 那时候他还留着一头长发 可在去了踢校之前 为了在训练时打力方便 陪父母一致决定剪短头发 因为近年父母还特地陪他 拟拍了剪发前的最后一组长发写真 在陈丁伦体校的前两年 他的训练内容十分枯燥 架拍、回拍、步伐是如同一日三餐的存在 他队里岁数最小又是零基础 很多小朋友都无法忍受的枯燥与辛苦 他都默默承受着 此时的坚持还难谈是对这场运动的热爱 他只是觉得既然开始就不要半途而废 随着基础的动作与步伐 以及形成肌肉的记忆 教练开始增加有球训练 与实战练习在日常中的占比 这时候他的天赋才越发显现出来 这让两年后在升学的契机 教练给了他去往浙江神体校的机会 刚开始体会尽一寸的欢喜 来到神体校 他又成了吊车尾的那一个 莫迪比赛之时 队里水平不错的 让他十多分 他都显得有些吃力 不过是把原来的路重走一遍吗 实力欠佳 让他的踏实让教练很惊喜 总是在规定的训练量上 多给他一些多求训练 天赋如今 在哪里总会闪光 那神体校待了两年后 他就又被浙江神审队看中 再挑一击 那一年 他才刚满十岁 和神体校时的严格要求 让这次的审队副本 终于不用在新手村出征 有了一席之地 入队不久后 他就在2010年 获得了参加全国少年比赛的机会 在比赛前夕的身体素质测试中 身体单薄瘦肉的他 在综合测试中仅在第四 但在正式比赛时 他却一举拿他女单第二 混双第一的好成绩 而在此后的两年中 他几乎让这个成绩保持稳定 在2012年 他被浙江队推荐参加国庆队的调赛 虎头也虎尾 最终也是以第二名成绩 形容了国家青年集训队 国庆队都是从全国各省市选拔出了精英选手 竞争跟他激烈 训练也跟他繁重 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比赛机会 在2012年 他在广东东莞举办的亚洲U15 U17青年锦队赛上 首次夺得青少年女子单打银排 女子双打铜排 在13年的调赛上 更是拿下队内第一 顺利进入国家二队 开始参加国际比赛 青年比赛选手一般还没有明确比职业方向 双打组奸向是常有的事 获得随队出征13年南京青运会计划的陈玉飞 在女单半决赛中 遗憾两分之差落败 但意外的是 由于这些青运会 只有单打和混双 所以双打组并未随对前来 对于并不熟悉的混双 他与来自江苏的市与奇迹搭档 获得了一枚混双铜排 建卉佩妥 出门 已是江湖 在同年 同年龄段高手云集的世青赛中 比起何冰娇一路闯进半决赛 陈玉飞在1%决赛 却不敌韩国选手 在那一年的几次国际比赛中 他也都没能打出还突出的成绩 比起抱怨时运 那样此时的问题 都属于自己 相比其他选手 还太过瘦弱 后场出球质量欠佳 进攻也缺乏威胁 他主动跟教练提出 加强力量和体能训练 那时候他说 就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胖了 故事的走向 似乎是螺旋式上升 可一场意外失败 却让他急转直下 在不久后上海的一次全国比赛中 他的比赛刚开始 输给了自行从未输过的审队选手 这场比赛的代价 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教练竟然决定将他退回 就变成审队 不解 委屈 失落 失望 走着消息时 他的眼泪顿时绝低 自信 自尊 也随之瓦解 索性 他在回到审队时 遇到了 退役 执教的世界王林 世界不断地安慰着他 三个月后 还有一次吊赛 赢了 就还能回去的 重回审队的日子里 他一面消化痛苦 一面重振旗鼓 厌不下的那口气 在三个月后的吊赛胜利后 还得以偿输 我已经回忆起来 他对这件事 百思不得奇解 好像从那次过后 就没有人 因为输给省队的选手 而被退回省队了 重新随队 拿了几次混团冠军 他在国际赛场上 很快就收获了 独数自己的奖牌 在14年的亚青赛场 他一路击败韩国选手 和新加坡选手 进入决赛 虽然最终 不敌闪口线 那一面银牌 也让曾深陷降级之一的他 证明了自己 在国际赛场竞争里 在这一年 他也开始 获得参加一些 低级别成年赛的机会 虽然沉寂平平 但是奥运希望 山口线这样的抢手 不断交手 他在失败中 寻找了差距 15年的临水 那是观众第一次 舍得将目光聚焦 在他身上 其中的17岁的小姑娘 陈雨菲 冲击日本新星 奥运希望的女单决赛 是最有看头的 她在半决赛 击败 头号中的选手 姚雪 与12年 世青赛冠军 并且此时 有数个公开赛冠军 放生的奥运希望 相遇决赛 她从未想过 对手能有 如此出色的跑动能力 相持跑不过 进攻打不开 能力上的差距 这场比赛 以银牌结尾 随后 同年的中国大师赛上 机身四强 年纪年末 她在印尼大师赛上 和河冰雕 毁式决赛 2015年 有遗憾 没有桂冠 但还有的 是在国际赛上的 立席之地 1314年 山口倩 包揽了世青赛 女单冠军 15年 吴景威 横空出世 时间来到2016年 随着山口线等人 超龄退出青年赛场 98年出生的陈宇飞 成为2016年 国际青年赛事上 夺冠的最大热门 在此之前 国际赛场 奥远和山口 队友和冰娇 都是陈宇飞 有些难以愉悦的存在 在那一年 她先是在合肥的 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上 下是和冰娇 拿到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一鼓作气 再而拿下亚青赛冠军 三号的同喜 试青赛规划 刺激与反应之间 存在一段距离 成长和幸福的关键 就在那里 在青年比赛的最后一年 那些清楚的努力 再终于赴来了 双冠的回忆 在亚青赛与世青赛相隔的一段时间 奥远会打扬彼岸打响 陈玉飞与其他队员都在电视机前 共同关注了赛事的结果 女单项目 中国队一无四年前 派出李雪瑞和王一涵 遥望伦敦 中国队在决赛前 就锁定了女单金牌 四年仍然 世界遇谈 风云变化 王一涵 在四分之一决赛 不敌新度 下半局失守 李雪瑞一半流赛 面对马林的支通时刻 我更是不愿回顾 西班牙的国旗 缓缓升起 中国女单 二网一里的王朝 迎来落幕 在羽毛球 又要走向未来 随着94年出生的孙瑜 因为牺牲 退出国际赛事 陈玉飞和何冰娇 作为两个 尚在智能成长期的小将 突然就被推上了前线 无数饱含期待的目光 投射过来 他深知这些期待的重量 一切顺遂 他们是鼓励与动力 事与愿违 他们一定要成为压力 苛责 作别2016 进入成人世界 社会人积分 很多时候 他只能参加 黄金赛级别的比赛 教练组给他的任务 也很明确 拿到每一个 黄金赛的冠军 尽快提升自己的积分 去他超级赛 泰国大师赛 半决赛 输给了来自泰国的布桑兰 瑞士公关赛 不敌队友陈晓星 中国大师赛 又输给了 来自日本的 川上夏慧奈 在最该夺冠军 成绩分的三辆黄金赛上 陈宇飞都失于愿违 在同一时段的 其他比赛当中 山口倩 戴滋影 都横奔在进行之路 在2017年 苏黎曼杯首次 抬到澳洲大陆 陈宇飞随队 黄金海岸 迎来了自己的 苏黎曼杯首秀 对于陈宇飞的安排 教练组 更多的是出于经验的积累 在小组赛中 让他迎战泰国选手 本来以为泰国队 会派出英大农应战 结果却是李美妙 陈宇飞两局直落 为队伍拿下一分 但这场比赛之后 他更多的是在场边观战 队伍半决赛 对战日本 力挽狂澜 他感受着 胜利时刻的喜悦 他在决赛 面对韩国队 他却也见证了 梦碎黄金海岸的 至暗时刻 无声的心碎 不甘的泪水 队员与队伍 个体与团体 在黄金海岸 他第一次感受到 团体赛的重量 转眼八月 陈宇飞与孙渝 和冰娇代表女单组 征战格拉斯哥市场赛 在出发前 看到签票的他 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 面对从青年时期 就从未战胜过的三口线 他心里实在没底 可当他所害怕的那场比赛 都能打响 让他自己都感到诧异的事 他竟然把对结果的恐惧 抛之脑后 而专注于过程 此前陈宇飞无法突破三口线 就在于 无论是相职过程中的 跑动能力 还是后场机会球的创造 把握能力上 他都略行一筹 在这场比赛中 仍旧能够感受到的 双方和这两方面的差距 对 这场比赛而准适 三母、三母、三母、四母、五母、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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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运动山口线对于阵守后场的反复推跳 他的处理不仅耐心而且变化丰富 让山口多次在自以为的控制中丢了重心 而第二局 撂到山口不加强进攻的他 他通过后场质量限制常识 加强了自身的进攻 这是体能上的豪赌 如果让山口将比赛拖到第三局 第二局的巨大消耗 让结果不容乐观 有惊也有险 那比赛定格在了2比0 淘汰了头号宠的选手 他的下一轮延续了对应大农的连胜战绩 闯进十里塞四强 一直仰望的一流高手自己在博弈中也能不落下风 过往的怀疑与犹豫不过是肥重的摄影 这样的突破让他用更为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半球赛拒绝新度的失败 然后他今天没有犯什么太大的错误 所以我也没有就是没有太大的漏洞 他今天整个可能就是要比我打得好很多 所以同拍得主 他在看台上看完那场让他印象深刻 并且必将载入女单历史的一场 持续了一个小时50分的熬展 同时领赛回国 马不停蹄赶往天津和浙江队回合 参加全运会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他 被推到了主力球员的位置 在团体赛中 虽然他个人保持全胜战绩 但在半决赛时 他还是没能让队伍带着决赛 本次全运会的赛程异常情凑 还来不及体会团体赛的遗憾 单向赛就接踵而至 在开始的前一天 他在训练时拉上了腰 疲劳与伤病的单向赛的前两轮 面对张一曼和高榜杰 他都赢得很艰难 半决赛以一场大比分的胜利 作为调整 决赛的对手 是为此届全运会 备价一年的王世贤 在16年离开国家队 选择在北京体育大学 进修的王世贤 在可能是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场全国大赛上 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求生欲 继续执行打陈云飞转身的拉扯的消耗角 刺激进攻 但如此打法面对稳定性 很出色的陈云飞 往往还会受到成效 就因失误而失分 这场比赛最终和王世贤 镇守比赛高位出界结束 在赛典央视解说 通过心再次向观众介绍陈云飞 2009年 在全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 王世贤落败 获得全运会女单亚军 八年时光弹指过 此次他又以亚军作别赛场 与陈云飞一起 向上全运会最高领点台的教练 正是在八年前全运会女单决赛上 击败他的亡灵 这是跨越两代的传承 几块精彩 与荣耀 更是责任 早在17年的3月份 陈云飞就首次进入世界前十 虽然在此后有所回落 但在格拉斯哥适应赛之后 基本将排名稳定下来 重新将重心放在国际赛场的他 突然意识到 如果在接下来的数字公开赛中 表现出色 他将在首次参加市场赛的同年 再获得参见年末与联总比赛的机会 9月日本公开赛 10月丹麦公开赛 双双收获同牌 他的积分前八尚有一定距离 11月中旬的中国福州公开赛 面对带自己的一轮游 能否搭上末班车的悬念 游到了最后一站 香港 在香港的第二场比赛中 直接战胜了亲身对手 内威尔 他最后关头 挤进了宇联总结赛积分前八 理论上 与何冰娇一同获得了参加总结赛的资格 但此时 作为当年实际赛冠军的奥远希望 如果选择接受总结赛外卡 他将仍然被总结赛举止盲外 虽然最终顺利参加总结赛 建立在奥远 伤病未遇的痛苦之上 那总归是个好消息 陈宇飞 戴滋颖 丁达农 陈志炫 要从B组中突围 他不得不过戴滋颖这一关 至少也得打满三局 积累胜负场的优势 17年的戴滋颖 也是全英在手 全年六关 三局苦战 所以失败高中 他正是拼下了首局 在小组赛尘埃落定时 让他以胜负场的优势 让戴滋颖打在半决赛之外 虽然最终没能上演一黑到底的戏码 在半决赛败给新度 但对于19岁 出色陈人赛的他 是怎样一条惊人的成长曲线 让时间的坐标来到2018 曲线能否不单调 但低增呢 早在伦敦奥运前夕 随着中国女单星光时围 女单进入了近有山口 奥远戴滋颖 摇看马林 新度 内威尔的百家争命时期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在不断 见证陈宇飞的飞速成长的同时 却发现他在超级赛上的最好成绩 总是定得在四强 在全英的前哨展 三月除了德国公开赛中 久违地他就踏上了决赛的地板 自17年的市井赛 将山口县抱了出局之后 日本人又潇洒地送他一串三连败 单攻 亚团 还有一场正是这场德国决赛 当比赛缠斗至第三局 他的体力明显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步伐变得沉重 而山口县经过第二局的战术调整 仍旧显得游刃有余 如何突破如此平静 是这战摘营之后 他在薄明翰思考的问题 辗转到薄明翰 他的压轴大提 由山口县变成了戴滋颖 如果对于山口县 他有灵光一闪 面对戴滋颖就冰冷的六连败 不到球从球网飞过半场 永远难以预测戴滋领的出球 极度出色的后场出球一致性 相同的动作 决意的出球 仍叫苦不一 往前的停顿和勾放 也是构成他万花筒般进攻手段的重要一环 即使在出球陷入被动之时 他的被动摆脱能力让人惊叹 一拍教科书班的回抽 一下子被扭转了局势 小雨飞在他打开大盘的球录之下 就接招之力而无力阻止反击 这样的局势在第二局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一分他可谓是用戴滋颖的方式 接招了戴滋领 他的后场出球 被动摆脱 一开始有了想象力 而正是这一点想象力 不仅创造了主动得分 更逼出了戴滋领大量的失误 第二局 第二十二比二十艰难取胜 女单第三局的博弈 体能这个球马的分量越来越重 而跟上带打开大盒球录的代价 正是体能 体能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苦苦跟随注定难赢的比赛 最终他被挡在决赛之外 望着领奖台上的他已经隐约看到了成长的答案 有体能 有进攻 但终究球要一拍拍打 征途要一天天走下去 这些体育从来没有提前写旧的剧本 这些体育从来没有提前写旧的剧本 这些体育从来没有提前写旧的剧本